各位媒體朋友 長期的支持我們大膽藻礁的保育 它的存亡 今天是我們第99次的記者會 首先我請我們桃園 海岸生態保育協會的理事長 為我們吹羅 這聲羅呢 我想是要代表我們藻礁 開始要對我們的執政單位 對我們的開發單位發出怒吼了 來 贏 贏理事長 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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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贏 理事長 這第99次的記者會呢 說實在的 這不是閑閑沒事的人要幹的事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呢 要提告 提告的對象呢 就是中油開發公司 我簡單的說明之後呢 我有請我們三位律師 專業的律師 來跟這位做詳細的說明 這一次 中油他們做的所謂佔橋的工程 請來的工作船 那個是他們的下標 所謂的東批營造公司 東平八號 這個工作船 他們在3月23號 進入到藻礁區 附近 開始工作 可是28號遇到的強風大浪 這個船呢 就斷燃 斷燃之後呢 照他們的說法 是說還留有一條毛繩 沒有斷 斷了三條 靠著那條毛繩 他們把它拖到岸邊 讓它坐底 那就表示 他們認為 這個過程是沒有對藻礁造成傷害的 可是我們4月6號發布要7號開記者會 竟然就在記者會現場 他們的液化天然氣工程處的處長 黃處長告訴我們 他們的工作船已經脫離了 脫走了代表什麼 如果這個地方有發生 藻礁被傷害 海上都被孔珊瑚被破壞 這個是兆逃 如果當時發生的時候 他就沒有通報 現在又偷偷的把船開走 我們認為這個是非常惡劣的行為 如果他們認為船在 船底的過程沒有傷害到藻礁 那麼後面我們看到的這個範圍 記者朋友們稍微看 這個圖片呢 我會在我的那個 等一下可以到我的手機來拍那個QR Code 今天來不及放在我們的新聞稿上面 等一下可以跟我用那個QR Code 圖片會在裡面 你現在看到的藻礁非常完整的 應該在這個季節就是這個顏色 紫紅色的稍微有點褐色 那這個地方你看到白白的 通通是這一次工作船所造成的破壞 面積0.5公頃 中油說只有0.25公頃 厚度呢最深的超過50公分 50公分正常的說要500年才能形成這50公分的厚度 這是多麼嚴重的傷害 但是在中油的口中 這好像是小事一件 這是讓我們不解的 那今天的提告 倒還不是針對著我們的藻礁傷害 因為他們說這裡不是保護區 所以我們都提告的是另外一個 各位看到地上我們有三張大圖 右邊這一張就是大潭藻礁附近G2的位置 中間的這一張就是獄疾寶玉類的柴山多貝孔珊湖 非常的美麗的小動物 這裡看起來好大的一顆 其實不是 它每一個個體只有0.3公分 所以平常是看不出它的美 它的特殊也就在此 那這已經是獄疾寶玉類的動物 可是在這一次的傷害事件裡面呢 中原院聖多中心陳大倫博士幫我們找到了資料 他說破壞了區域在紅色的區域裡面 而大概海平面下160公分到200公分之間 正好就是柴山多貝孔珊湖的熱區 這個熱區我們看到它有許多綠色的標點 標點上面如果有寫中油 就代表他們曾經也調查過 並且記錄在環說書上面的 那包括這一個紅色的 這個紅色的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一株在這個船脫離或者是 進來擱淺的過程裡面呢 是完全被鏟除消失掉了 那麼其他的這幾個也都是中油的點的 都是受到傷害的 不是破裂了 要不然就是呢 許許多多的裡面的一個小個體呢 受到了傷害 陳博士還在這一次的調查裡面找到了這兩個 一個是169 一個是172 這兩株 這是新發現的 過去中油沒有發現 陳博士自己也沒有發現 這一次呢 找到這兩個新的 財山多貝孔珊湖的群體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過去呢 雖然很用心的找 但是還是沒有把它通通都記錄下來 中油說 這一次呢 大概 影響就是一株兩株 這個我們可能就會開個應用檢討會議 來看看 如果比較多 那我們可能就會停空怎麼樣 現在這樣看來 不知道被產掉多少 因為這一代 就是柴山多貝孔珊湖的熱區 那麼破壞了藻礁 小市益莊 可是柴山多貝孔珊湖 是我們法定的一級保育類動物 接下來 我來請我們的律師朋友 來跟大家報告 他們應該要負些什麼行責 首先我們請 滿野新竹生態學會的 律師長陳憲震 陳律師 我幫各位媒體集合大家好 其實我們都應該都有印象 在這幾年來 我們都一直在提醒中油 他在做棧橋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他 附近就是柴山多貝孔珊湖的熱區 他跟我們說沒有問題 他一定會避開 我們甚至在歷史的記者會 在環評的會議上面 我們跟他講 只要你動到一級保育類動物 按照野保法的規定 就是有刑事責任 我們一定會告發 他也信誓旦旦的保證說 這個他絕對不會去動告 結果3月28號 陳如剛剛邦老師所說 中油的工作船發生斷纜的一個事件 中油他在沒有經過任何生態專家的評估 也沒有去做判斷 自己就做決定 說為了安全 為了什麼理由 然後把船隻脫離 然後坐底 然後再來4月7號 我們懷疑他是為了湮滅證據 既然照他所說坐底已經很安全了 為什麼他急著在4月7號要把船拖走 為什麼他不讓我們去採證 這個都曝露了中油 想要利用這個時間的一個差 時間差去把證據給湮滅掉 因此我們認為 這個行為已經是一個故意的犯罪行為 他已經造成一級保育類動物 柴山多貝孔珊瑚遭到嚴重的刮除 還有受損 這個從這個陳趙文老師的調查裡面 以及照片裡面 就已經非常的一個清楚 那我們再次強調 野生動物保育法 有關於這個野生動物 他只有在兩種情況 可以去動他 一種是豬群的數量 已經預約了環境的農許 第二個是基於 所謂的學術目的 而且這些都必須要經過 主管機關的一個許可 換句話說 開發行為 並不在這個所謂的許可範圍 因此我們認為 中油他都沒有經過評估的情況 便宜行事 甚至是在躲避責任 是故意的造成一級保育類 財產多貝孔珊瑚的一個死亡 或者是受傷 或者是被騷擾 因此我們今天 按照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18條的一個相關的署罰規定 像這個一個 要之後跟桃園地檢署 提出這樣的爆發的一個動作 另外今天還有第二個重點 因為中油的工作船 目前按照中油的說明 他已經拖到台北港去做維修 那我們同時會申請希望獎館 可以立即去扣押這條工作船 那我們來做一個採證的一個動作 不要讓中油把這樣的一個證據 給湮滅掉 那最後我們呼籲 中油應該要立即停工 盡待調查 不要再一錯再錯 好 謝謝陳律師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我們 也是滿野新竹生態學會的專制律師 就要進一步的分析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其實民間很早以前 就一再的提醒中油公司 這個大潭海域是由 保育類野生動物 財山多貝孔珊瑚的棲息 那我們都知道珊瑚 它一旦定着於交體上以後 它是沒有辦法自由移動的 你對於這些 你在海域這樣大規模的施工 對於這樣無法自由移動的 珊瑚 一定會構成騷擾虜待 甚至有可能是構成宰殺 那我們過去一再的提醒中油 這個地方不適合應該要搬走 但是中油它不聽勸阻 然後現在果然被大家發現 是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造成保育類珊瑚的死傷 我們還是呼籲中油 希望早日的簽子 放棄後續的犯罪計畫 我們知道你過去已經 造成珊瑚的死傷 那我們認為再繼續下去 也是一個犯罪計畫 希望能夠放棄 那第二點 中油一直推說這件事情 全屬意外 然後認為他們沒有錯 就是說 但是我們知道 工作船的斷纜三條 雖然是一個意外 但是斷纜之後 你要把船舶拖到哪裡 明明知道那裡有保育類珊瑚 為什麼一定要從他的頭上污過去 我們認為 船舶要拖到哪裡 是一個人為的選擇 今天中油拖行的路徑 本來就已經有 柴山多貝口珊瑚的標記 這麼明顯的一個市政 你沒有辦法去推說 你不知道 海象的不好的斷纜 是這意外 拖到珊瑚頭上 把它弄死 那是中油的故意 那而且我們認為 堅持在一個海象不佳的環境 過去大家民間一直指引 這裡海象不佳 為什麼要蓋在這裡 這個地方海象那麼差 事故事發的當天 也沒有颱風 他的平常日 海象就遭到說 船舶會斷纜 再來固定 船舶的四條纜 斷了三條 然後這樣一個地方 你新建天然氣接收站 除了先前已經發生的 產存五十公分的藻礁 相當於五百年的積累 這樣的一個生態浩劫之外 你在這麼危險的地方 去蓋天然氣接收船 如果下次發生事故的 是在滿天然氣 然後又有油箱的 一個秘書船發生意外 還會有其他的公安風險 所以我們還是 再次的呼籲中油 早日的簽子 不要在這個 是非之地繼續開發 那第三點 中油在之前 還發過兩份新聞稿 4月7號的新聞稿 是完全否認他們的行為 對生態造成影響 真眼說瞎壞 造成傷害卻說沒有 4月9號 大家去實地現康之後 中油知道 紙包不住火 沒有辦法掩飾了 4月10號的新聞稿 就改口承認說 真的有影響 2520平方公尺的礁體 但是還是否認 有破壞柴山多杯孔珊瑚 因為他知道有行責 所以他算承認破壞藻礁 但是還是死不承認有傷害珊瑚 但是海洋學者中研院的 陳兆倫博士 他曾在實地調查以後發現 射損的礁體 在光是露出水面的 大概就有5698平方公尺 水底下的很難調查了 更是不計其數 那而且其中 中原自己標的 非常清楚存在的 柴山多杯孔珊瑚 有的被剷除了 原本的定位點沒有東西 只剩下被剷除的痕跡 然後有的是死一半 珊瑚的蟲 就是一部分還在 一部分的骨骼破損 或是周邊的殼狀三五爪被刨除這些狀況 這麼市政這麼明確的事情 中原還可以否認 我們認為他中原是犯後態度不佳 那我們非常期待 檢方能夠盡早的去扣押 中原拖往台北港維修 做為犯罪工具的工作船 東平八號 來預防湮面證據 因為我們相信他可能把很多 多屍體 柴山多杯孔珊瑚的私底人都刮除了 那最後我們要呼籲的是 我們都知道海洋生態的犯罪調查 是非常困難的 珊瑚這麼小 然後在海上 忙忙的大海 要調查很困難 而過去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主管機關 桃園市政府 跟中央主管機關海委會 對柴山多杯孔珊瑚的保育 跟掃椒生態系的保育 態度一直都是非常的被動消極 我們前面兩次的記者會 都一再的呼籲保育機關 應該要協助桃園地檢署 來調查偵辦這樣的犯罪 可是我們看到 保育機關的態度一直很消極 所以今天來到法務部 需要法務部做一個中央的機關 能夠去協助桃園地檢署 偵辦中央這樣的一個犯罪行為 而且我們也期待未來法務部 能夠整合相關的單位 來建立國家海洋生態犯罪的調查機制 我們不希望 像中央這樣的一個企業 可以讓自私的海洋很大 大家很難去接近 然後犯罪之後 可以很迅速的湮面證據 結果還要很難查 我們希望這次的事件 不但已經發生的犯行 要能夠定罪 我們也期待我們國家 未來不會再發生這樣的 海洋生態犯罪 謝謝 謝謝雅雲律師 是我們桃園藻礁最早開始投入守護的律師 謝謝你 那接下來呢 我要請我們環境法律人協會的理事長 江玉掩江理事長 對這個事件發表他的看法 謝謝各位媒體記者的關心 我這邊要提出 針對檢方的部分 要提出兩個調查的呼籲 針對環保署的部分 我要提出一個行政程序 行政處分上面的呼籲 首先是針對檢方調查的部分 有兩個部分是一定需要仔細的調查 第一 中油在這次把工作船脫離藻礁的決策過程 第二 柴山多杯孔珊瑚 受損、破壞、死亡的這個過程 有關於第一個部分 我想請檢方一定要儘速的 傳換相關人報案說明 如果有必要的話 要命令中油提出他在這次4月7號 脫離工作船的所有的決策證據 以及簽合的公文 針對第二個部分 海上柴山多杯孔珊瑚受損死亡的調查 是非常非常專業的事項 因此這個部分也要呼籲檢方 務必要到藻礁的現場 勘驗鑑定 爆發人這邊也會提出 具有4格的海洋生物專家 學者請求檢方一併傳喚到現場 勘驗鑑定 那至於說針對環保署的部分 我們要提出一項呼籲 我們看了相關的環境影響說明書 環擦報告環線擦報告 我們似乎沒有看見 類似在施工當中工作船斷欄 對於藻礁生態以及柴山多杯孔珊瑚破壞 所造成風險的評估 也就是說這一點似乎是肉位評估 而這個肉位評估的事項發生 對於藻礁生態系 所以刮除了最深50公分 相當於500年時間尺度的堆疊 我們認為這已經是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 應該要立即依照環評法18條 做環境調查報告 甚至要掺著深澳電廠的案例 因為對環境已經造成了重大影響 應該要廢止原來所有的立即環評、環差、環線差的處分 命令停止開發 這個案子不應該再做 生態已經造成了重大的破壞 對於環境有重大的影響 法律都有相關的規定 該如何處理 這是我們對環保署提出來的呼籲 謝謝 謝謝張理事長 桃園觀塘 冬季海象不佳 潮差過大 天然氣洩收日數不足 這句話不是我們信口開河說的 這是民國83年的時候 徵由的前董事長 就是因為不願意和通頂合作開發 天然氣事業接收站 才說出來的他們自己的調查報告 那麼在九年之後的2003年 大潭天然氣 大潭電廠的天然氣招標 志在必得的東頂 竟然輸給中油 中油還是不願意跟他合作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就表示這個地方是不適合建天然氣接收站的地方 為什麼到了2014年之後變成是可以建 到了民進黨上台了之後變成是唯一的方案呢 現在工作船擱淺了 傷了藻礁了 害死了柴山多貝孔珊瑚了 那將來呢 將來是不是會驅人命呢 以我們所了解的大潭觀塘的海岸那裡的海象 我們認為這是執政黨要好好思考的 你們說是為了非核家園 但是非核家園可以害死人嗎 非核家園可以破壞我們的 保育類的動物嗎 我真的是要請問我們民進黨政府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操作日數不足的地方來做接收站呢 是什麼樣的重大建設可以沒有替代方案 只有唯一這一個 難道這樣一日蠻幹下來 只是因為我們的司法不張 讓他們吃了雄心報紙版嗎 那如果行政訴訟贏了 這個案子不能開發了 那我們國家民間轉型要怎麼辦呢 這個是我真的是不了解的 過去和我們並肩作戰的這些在野黨的 許許多多的領導人 跟著我們一起到藻礁 口口聲聲的說藻礁永存 我們要把藻礁化為自然保留區 那現在呢 輪到你們當有權利的掌權者的時候 為什麼是這樣的對待我們的藻礁呢 這樣的做法真的可以讓我們的能源轉型成功嗎 你們的承諾就要這樣的裝蒜過去嗎 蔡英文蔡總統 你有答應過我們 如果藻礁影響的很大 你是不會做這個考慮的 但是現在 非常明顯 中國的資料就是告訴我們 工業港下方要破壞超過300公頃的藻礁 這樣不嚴重嗎 如果這樣都不覺得嚴重 難怪這一次的刮傷 民進黨的相關部會 通通都沒有聲音 我們真的是感覺到深層的悲哀 但是我要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勉勵 環境是我們下一代子孫 應該可以來享有的 不該在我們這一代的時候 就是把它破壞掉 99次的記者會 三年多的搶救行動 非常感謝媒體朋友們 和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這一次的事件 即將慢慢的凸顯 藻礁是一個我們要為孩子留下來的 神聖的地方 他正在憤怒之中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會繼續下一代 把這一塊命土保護下來 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 我們最後喊幾個口號 喊一次就可以 全面停工 全面停工 扣押工作床 扣押工作床 啟動調查 啟動調查 可以留下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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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蕊